源自于欧洲的飘书活动在台湾也发展得有声有色 现在许多公共场合都可以看到民众利用飘书站来阅读 而最近台中监理所也结合了风源、南投彰化 以及台中市监理站来加入飘书行列 让民众在恰功之余也可以享受阅读的乐趣 一、二、三 在众人的见证下由台中区监理所所长揭开红布幕 宣告飘书站正式成立 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的郊游世界飘书计划 风源、南投彰化以及台中监理站共同成立飘书站 让民众在恰功之余也可以享受阅读的乐趣 成立这个飘书站这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全国民众 甚至于到我们这边来恰功的民众 能够看到我们这边有这么多的好书 然后配合台湾飘书协会跟我们交通部 所推动的一些飘书的活动 然后让民众来我们这边来看了 以后把这个所有的书传遍到我们全国各地 让大家来共同推动这个书乡的活动 源自于欧洲的飘书活动 这几年在台湾持续散播开来 都是在公共空间设置飘书站 让民众可以自由取悦书籍 不需被程序和时间限制 阅读完毕只要放回其他飘书站 就可以让好书不断分享 我们这个飘书站其实我们也有这个标志 那书本里面我们有贴标签 甚至于我们也会盖我们台中区经理所 那其他的飘书站其实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标章 那这些标章看到这个标章就是可以交换的 有到各地的有飘书站 那你就可以随时的放置或者是取悦 没有想到在建立所办事情 还可以有那么多的好书可以看 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措施 建立所表示 未来也将鼓励驾训班以及科运业者 一同加入飘书行列 也欢迎企业界或是公益团体共襄盛举 让民众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读本好书 让这股阅读风气拓展开来 记者杨初环台中采访报导